你就是下载它那个版本 目前的话最新的版本就这个 它以前还有可以让你选 比较前一代的版本 是拍成了2.7的样子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就预设就只能用3点多的版本 那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说 网路上如果你Google到了程式码 有些是前一代的 那语法就有点部分是不相容的 所以你即便参考网路上的相关的 那个别人的那个source可能也会弄 会有bug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那另外的话它也提供给你一个 完整的官方的那个说明档 就是这个documentation 那这里面的话就是有 它就有分了有没有3.x 就是我们现在3.7 那这个document里面就有相关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要当然第一手资料 就是看这边 那其他书籍其实就是从官方的资料里面 把它转换消化完之后给你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看第一手的 那就直接看三点多的版本 那这个它会告诉你说 这什么是python 3.7 然后它里面有reference 它的函数的那个这个library 那个就函数库的那个reference参考资料 那里面有哪一些东西的话 如果你想知道 你可以从这个library reference里面去看一下 那就有很多章节 包含这里面要怎么用 相关的说明 不过看起来会相对的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大家也不是没有 基本上大概就是type啦 资料形态 所以之后我们要讲的 比如说变数的资料形态有哪一些 其实都是从这边出现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不见得 你一定要具细迷移都知道 因为有些东西根本就暂时用不到 你暂时也许可以知道有这东西就好了 不要因为一下子想要全部学 但是全部学的时候发现全部都用不到 反而最重要的那些 你反而不是那么熟练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大概说明一下这个python的官网 也许你大概至少知道有些相关讯息 之后可以到这边找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把那个python的 它要安装的东西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并且把它执行 特别注意就是那个安装的过程当中 记得就是那个什么 我其实在云端白板里面 如果你要看相关参考 云端白板里面 我们课程里面 之后也许你可以到那个 我们这个我刚刚给各位那个云端 以后如果相关程式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可以 我会跟你讲云端上面 有开发环境跟程式相关测试 那不过这个画面是之前的版本3.62 其实也是前几个月的事情而已 那安装的时候记得这个跟这个一定要先打勾 然后再安装到那个我们的低碟 那也就是你将来呢 你会在你的低碟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个安装目录 那它的好处就是将来 我们可以不需要重新安装 在这里 3732这里面 那它里面的话会放有些 像一些 那个Library 还有一些Duck 这个Duck说明文件也有 另外还有那个Python的 它的执行档 Compiler也会在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转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要不OK 所以呢 接下来如果安装完毕之后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程式级里面找一下吧 他应该是帮我放在那个程式级里面P开头的 OK 那这边会看到一个 这边新增 那里面实际上就帮你装了四个东西 那有一个什么IDLE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Python的执行 那这两个其实你都可以用用看 这个是它原始的 第二个连结的话 打开来有点像DOS 那意思是说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写程式 只是说写程式的环境非常不优 比记事本还难用 如果你可以 如果想测试的话 你可以这样 假设你可以建一个变数 A等于3 这个把3丢到A里面去 那A它就自动帮你储存3这个值 OK 那B等于5 Enter B里面就5了 那如果我今天 什么Sum Sum等于什么呢 A加B的话 Enter 那请问一下那个Sum里面是多少 就8嘛 但是如果你要看到结果的话 你就把它Print出来 Print 这个要刮骨 刮骨你就把Sum输出的话 Enter 结果它就告诉你8了 不过问题来你这样打好像打不了多 而且你要存档也颇麻烦 所以它多给你一个好用一点的东西 但是会好用到哪 再来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个好用一点的开发环境 那这个环境在哪里 其实基本上你也可以参考讲义的第1 这个其实在讲义的32页也有33页 33 34 我刚刚打这段程式 大概就这里啦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测一下 比如说你Print 它就Print 8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好用的开发环境 就像那个Excel VBA打开是彩色的 那你总不能像比那个VBA还烂的开发环境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建议你可以装这个Eclipse 那Eclipse它的也是一样 你可能要自己去找 那找的方法很简单 一样到Google上面 你就输入Eclipse就好了 Enter一下Eclipse这个关键字 它一样会找到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Eclipse网站 然后里面也有相关的叙述 所以以后我建议 你刚才自己维基百科再来瞄一下 这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开发环境 那最主要是来开发Java OK 然后呢等等等等 你可以开发这些东西 甚至可以开发Python OK 那它这边有讲了 最初是IBM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只是说IBM这家公司 它还蛮好心的 很佛心的 就把它免费的让大家使用了 OK 所以是无偿的 也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用的人其实非常多 业界蛮多人也用这个软体 在开发的 那至于要怎么用 其他详细的东西 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 有些东西自己看OK的话 我就不会再赘述吧 重点跟你们讲一下 那要怎么装比较重要 首先第一个呢 请各位找到Download Icavis 关键字嘛 然后它会找到Download 或者你进到主网里面 一样会有一个Download 你就找到 Download进来看一下 它一样会给我们一个下载的路径 那这边的话呢 它会出现说 你最新的版本是这个版本 而且是Download64位元 你这个版本其实OK啦 不过我是建议你还可以再往里面选 因为它的版本有64跟32位元 那哪一个好呢 其实以我的习惯 我还是习惯用32的 因为我们的Python是32位元 我们干脆编辑器用32位元 两个搭 我觉得比较没什么问题 所以呢 我会点下面这个Download 好像它其他的选项 这个是预设的 我选下面这个 那它就会跳出那个 可以很多个版本让你选 那请各位选其中一个是 For Java的 For Java的开发环境 这边有没有它跳进来 其实它可以开发哪些呢 非常多 有什么CC++ For Java的 有没有 还For Java还有For DSL的 For Java的 OK 而且它还有分哦 For Windows的32还有64 而且还有For Mac 所以如果你是用Mac的话 你其实可以去抓那个 Python的Mac版本 加上Equibus的Mac版本 一样可以开发 那如果你今天你是用Linux的话 你也一样可以找到32跟60 也就是说 基本上 自由软体有个优势就是说 它是跨平台 不像说那个Excel Excel也许目前大概只有Windows 那Mac上面也有啦 如果Mac用起来又不太一样 感觉好像又不太顺 Linux上面没有Excel这种东西 有的话只是相容的 像什么LibreOffice 或者什么OpenOffice 但是用起来还是不太一样 那至于要用下载哪一个版本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这里面其实只要 其实每一个版本 几乎都可以拿来开发Python 那只是说呢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我们干脆选一个什么 选一个 它的那个档案 相对的比较小一点的 那我的习惯是选这个啦 Eclipse ID for Java 这一个 OK 那我们选哪个版本呢 这个版本之后 它大概189 那你就找什么 Windows的32美元好了 OK 那把这个把它点击 点击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让你download了 特别之后 我找的是这个 你就刚刚进来嘛 我们搜寻到之后 它会让你download 啊记得不要直接download 64美元 我们选下面这一个 进来之后的话 选那个forJava的32美元 这一个版本 那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它的档案价还蛮大 189Mb 所以我担心等一下会有个状况 就是189Mb 大家一起下载的话 可能会有什么样 塞车的问题 我记得好像我们文大这边 网路还算是快的 但是等一下待一起还是 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们前后左右邻居 可以的话 不然就是一个人下载 其他人call他就好了 这网方可以通吗 如果网方可以通的话 那不然就是说其中一个人抓 我怕等一下如果大家一抓的话 会可能严重的塞车 OK 画面先画面 各位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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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